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一口通商政策 这是全面闭关锁国的开始 清朝末期西方列强侵入中国 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 这跟清朝闭关锁国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清朝要闭关锁国 清朝闭关锁国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的统治 清军在刚刚进入中原并统治中原的时候 正好 政权是不稳定的 当时还存在着南明政权 还有正成功的正式集团在台湾 清军害怕当时的一些反清复明的人 联合海外的一些势力推翻自己 那时候刚刚统治中原没有精力去消灭其他的政权 于是就想到了海晋 切断了一切与外界的联系 以此来稳固自己的皇权 明朝后期之后 西方的一些国家频繁地侵占我国的领土 清朝的时 后也是如此 清政府为了避免自己的领土 被西方国家占领 并且担心沿海的百姓与外国有联系 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 所以就选择闭关锁国 不与外界联系 虽然起到了一点自卫作用 但是效果也是微乎其微 展开全文闭关锁国 也是清朝为了控制汉人的思想 当时的汉人 不管是文化程度 或者在人口数量上 都是非常占优势的 清政府害怕自己不能长久的统治 所以只能进行闭关锁国 来断绝汉人与外界的联系 以此来进步汉人的思想 清朝曾经领布替大令和义服令 唯一者都会被斩首 在乾隆时期执行异口通商 彻底的切断了清朝与外界的联系 而且 清政府认为 闭关锁国可以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 巩固自己的皇权 还有一点就是清政府的自大 清政府认为 当时拥有着辽阔的疆域 还有众多的人口 并且当时的中国 也是一个产业大国 清政府认为 一切都可以自己自 族 完全没有必要与外界联系 并且与外界联系 还存在着威胁皇权的因素存在 所以 清政府就彻底的闭关锁国 不与外界联系 闭关锁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清朝末期的动荡 也与闭关锁国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的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 还是选择了闭关锁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